这个礼拜,之前学过的有个范例 理论三大班同学都有必修我的eSale VBA的课程 其中当然我们学过有关VBA 如果你有学过VBA,那VBA只能在eSale里面去执行 可是未来如果假设你希望能够在Google试图表上面也能执行的话 那可能你要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把VBA转换成另外名称叫GaS 这个所谓的GaS,G的话指的是Google A的话是叫做Apps,Apps应该就是应用程式 S的话就是Squib,也就是说它执行的程式名称又不一样了 那不一样之外执行的方法也不一样 可是如果假设你不会写也没关系 我后来发现其实Charge VD真的是蛮可以帮上忙的 为什么?因为我只是把VBA写过的程式把它贴到Charge VD里面 它真的就可以自动帮我转换了,我觉得这真的太神奇了 你即便是完全没学过GaS的人,其实也可以马上上手 所以这个Charge VD真的目前来说真的是应该慢慢大家会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很方便的工具 目前我听到一些业界的朋友在谈 其实很多工程师在写程式的时候,其实利用Charge VD产生程式 其实也可以帮上非常大的忙 因为很多人甚至甚至不太会写某些程式 只要Charge VD,其实很多事情也容易解决 像我们这边有提到的,像151这一题 那要把VBA转成GaS,所以记得这个地方我在云端上这边我有放 就是在云端的这个地方有一个GaS的范例 那我们上礼拜练习的是这个,就是151这一题 我也把它放在这上面,所以如果你要参考的话可以把它打开 里面的话基本上跟我们之前大一做的其实差别不大 那只是说这里面最大的差别就是录制聚集跟GaS GaS如果你不会写的话,其实可以用转换的,上礼拜有讲过 那所以如果我想要把它用刮虎字串执行的话 按下它之后这边就执行了,里面会把公式丢进来 然后再来清除,清除掉 然后再把这个就刮虎字串了,其实做法跟之前的那个VBA的结果是一样的 只是换成在云端上面 所以我觉得 Excel假设可以用的话 Google也可以用,变成说 有点像是 Excel有点像是 陆地上的 Local,你自己电脑里面的 那以后如果你要跟它共用,可能你要变成用云端 云端有点像空军吧 如果比喻的话 Excel有点像陆军 那如果两边要协同应用的话 那你就可以把它转换一下 那如何转换呢 其实可以靠ChargeVT 所以程式放哪里呢? 放在这边 App Script 这个叫App Script 所以 GAS的话 其实它指的就是Google的App Script 所以以后人家问你什么叫GAS的话 你要能够答得出来 然后呢 我们其实是透过ChargeVT 然后 帮我把那个程式产生 产生之后的话 我直接把它贴过来 OK 所以清除的话 这个是录制的 那 产生的程式好像就是底下这一段 像清除 这个是我透过ChargeVT帮我 我是贴VVA程式 它是自动帮我把它转换 OK 那至于这个程式里面到底有哪一些地方跟VVA不一样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其实不妨可以再比较一下 其实 当然这个地方如果你也看得懂 并且知道该怎么写的话 当然是最好 那跟各位讲一下 像那个GAS它的基础就是所谓的JavaScript 所以如果你学GAS 其实就等同于你学JavaScript OK 也就是如果将来你对于这个领域的 专业工作有兴趣的话我蛮推荐的 而且如果这个领域的工作我觉得薪资 绝对会比那个 就是你靠劳力应该我觉得会高很多 甚至差不多有可能是 一般的行情可能接近Double的薪资 但前庭要求也是 当然会需要你要懂这个程式语言 那里面的话你可以看到 如果跟那个VBA比的话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你会发现 因为JavaScript它比较强调物件 所以这里面的话 假如你要做任何事情之前 你可能要先产生那个物件 哪个物件呢 指的就是说像这个序迟 VAR 指的宣告 宣告一个物件名称 叫做序迟 这个序迟指的什么呢 指的就是工作表 所以 它这个地方的话 指的就是那个工作表 Active should 指的就是 那一个工作表 哪一个工作表 实际上这个工作表 指的就是这个 指的是这个工作表 OK 所以它透过什么 透过宣告一个物件 然后取得那一个 工作表之后 透过这个物件 才能够做事情 什么事情 你跟他讲说 我那个范围 从哪个范围呢 第2列 到第10列 要做什么呢 把那一个工作表里面的那个范围 哪个范围呢 第几列 所以 2 2指的是什么呢 这个跟那个Sales很像 就是指的是 第2栏 就是B栏 所以这个地方不能 像VBA用B 它可能只能用2 所以B栏的第2列 B栏第2列是哪一个 B栏第2列 就这个 意思就是把这个清空 再下一个 B栏的第3 一直到第10 所以意思就是把这里面清空 OK 所以你会发现 Sets of value 指的就是 做什么事情 就是 帮我放一个东西 什么东西 放这个文字 在那个储存格 这什么东西 这个清除 OK 同样的方法 其他像什么 输出刮壶自串 或者是 输出公式 其实道理差不多 像你会发现 清除跟上面这个刮壶自串公式 满得一通 你会发现 回宣数量是一样的 差别只是说 你放的位置 一样在第几列的第几栏 只是说里面是放什么 放这个formula formula 就是那个公式 OK 就把公式放进去 OK 不过 各位有没有发现 上面跟下面好像少了一个东西 这个不用写 所以这个物件不写的话 这个是OK的 这个的话好像他直接把它写在里面 有没有 所以 两种写法 所以如果假设你这边不用叙迟的话 其实 换个方法 直接把这个 复制到这边来 其实也可以 所以 两种写法其实都OK 当然这个是CHV帮我们产生的 上个礼拜有提到 所以 今天的话 原则上我们 再接着来看好了 我们换一个范例 这个范例之前也有讲过 就是在那个 台北市的住宅切到 各位应该记得吧 我们最近有做过练习 那只是说呢 这个练习的话 我们 应该想说其中报告要做什么 所以其中报告我是希望说 我们之前在大一是用Excel加VBA 所以 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把它转换 我们不要用Excel 我们把它改成Google试算表 然后第2个的话呢 就是不用VBA 但是要用GAS 所以我这边有个demo 这边的话 我看一下 这边好像有做了一个 不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把它转换 这边 那我们之前的话呢 有透过这个资料 做了一些 这个动作 其中的话 当然 我们 还记得 如果我想要统计 历年的切刀案件里面 到底 哪一年的那个 数量是最多的 那当然我们前面有插入什么插入图表之外 那如果说我今天想要 类似像那个Excel里面的枢纽分析表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特别注意 书纽分析表 那 Excel里面是有这个东西 但问题是 你一定会想说 那到底 Google试算表里面 有没有 枢纽分析分析表 有没有 我们不是 假设我要统计 那个年 这一 年 放在 我们是用拖拉的 放在列 有没有 那把年再拖拉到 值 它会帮我产生一个 枢纽分析表 可是这个时候你会想说 那到底 Google试算表里面 有没有 枢纽分析表 这个东西 因为枢纽分析表 在 这个 试算表里面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你要做资料统计 真的是不方便 但是你会发现 这里面有没有枢纽分析表 好像看了一下 我找了半天 没有一个叫 枢纽分析表的东西 但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 对 你怎么这么聪明 你是猜的吗 对 被你猜中了 它的名称不能叫 枢纽分析表 因为如果叫枢纽分析表 我不知道这个名称是不是有专利 还是怎么样 它不叫枢纽分析表 它换了一个名称 叫做资料透视表 这个东西 其实你说跟枢纽分析表 有没有不一样 其实 没有不一样 但是 操作起来不太一样 像 枢纽分析表可以用拖拉的 可是Google试算表 不能用拖拉的 不能用拖拉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指定 各位应该还记得 我们要统计 比如台北市签单案件 这一题 那我要怎么统计 你们可以再把 这个 第1个单元里面的 住宅切到点位资讯 打开 那我这边 这个是已经做好了 我看一下 这个是做好的 各须比例图 历年切到图 历年切到图 先画这边好了 有没有 先产生一个 像这样的 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旁边一样画个图 有没有 所以 各位应该有这个印象 我们是利用 ECL里面做 一个表 跟一个图 但是这个的话 我们是 最后可能 这上面名称也把它改一下 这个 这个名称我一样把它改成 这一个 这个上面的标题 标题一样可以把它叫做 历年切到 打错字 折现图 OK 那怎么做 那首先的话 请各位 一样 开启 那个就是 台北市切到 点位资讯 这个练习题 一样 在我们的 范例档案里面 有一个 第一个单元里面的 那个住宅切到 之前好像有练习过的 你把它打开 我们之前好像是练习 做那个图表 可是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练习 就是说 如何利用什么 插入这个什么 资料透视表 然后呢 当然 第一个 我们先产生 这个黏好了 黏的部分的话 要怎么统计 但第一个呢 我们之前是直接插入 资料透视表 应该是 枢纽分析图 它会自己帮我们选范围 可是这里有没有帮我们自己选 看一下 如果你假设不选 看一下它有没有帮你 产生正确的 他问你说是不是要建立 资料透视表 那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 这个就是 枢纽分析表 那第一个的话 底下会显示出 你的 这个资料范围是不是正确 我们看一下 我的资料是放在哪里 放在图表 所以图表 这个没错 金单号指的是后面是 资料范围 A1 到G的2407 2407应该对了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放 把那个资料透视表 其实就是 枢纽分析表放在哪里 我们刚才放在一个 新的工作表 按建立 好 那接下来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个长得有点像 那个 枢纽分析表 列在这里 蓝在这里 直在这里 当问题来了 上面好像没办法拖拉 我不知道 这个地方粘 以前我是把粘直接拖拉到列 对不对 可是列在这里 那你现在能不能拖拉 我看一下 可以 但是拉不过去 OK 它只能拉到这里停下来了 所以它没有办法放到那边去 所以 我们换个方法 反正这边有列 我们按新增 新增一个栏位 叫粘 所以把粘放在列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如果把粘 放在列里面之后 粘就出来了 那再来的话 直 直在这里 那我新增 一样 新增粘 有没有发现 它一样可以帮我跑出来 OK 那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希望把这个 这个表格 画一个 图的话 怎么办 那当然我们在 Esser里面是叫 枢纽分析图 可是这里有没有枢纽分析图 或者什么 资料透视图 好像没有 所以如果没有 没关系 你可以换成什么 换成图表 那也就是说 我先产生一个 资料透视图之后 再去绘制一个图表 OK 那绘制图表 能抓到正确 好像它可以抓到正确的 那只是说 这个图表 它插入之后的话 它是帮我放哪里 它好像另外在产生一个 新的 它好像 跑到 跑到这边 那原来资料在哪里 原来资料其实被盖住了 所以这个可能要把它移过来一点 有没有 它直接插入一个图表 就把它盖住了 所以你可能在插入图表的时候 游标可能要放在 不要放在A栏上面 它直接就帮你产生 那插入一个图表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预设好像都是圆柄图 它比较圆形图 所以我会希望说 把这个图改成折线图的话 那该怎么做 当然 接下来一样 它好像预设这个面板 是叫资料透视编辑 把它关掉 然后如果你要编辑它 怎么编辑 如果你要重新 修改这个图表的话 那记得 在图表的右上角有三点 三点的话快点 把它点一下 然后编辑图表 那你会发现右边 就会出现这个面板 那可以怎么改 这个可以把它 假设 我希望 做成跟之前的那个 折线图蛮像的 最好就有一个折线 然后上面有一个 可能一个点 那个点的话可能是正方形的 那这样第一个 你就不要用圆柄图 那我希望改成折线图 这边有折线图 折线图出来了 不过它加了个总和 有没有 所以显然这个范围好像不太对 范围好像不应该选到第七 列的地方 所以你可以看到 资料范围的地方 这个好像不对 它多选了一列 那怎么办 没关系 你可以把A1到 B7改成B6就可以了 Enter 这样就OK 就是 资料范围 假如你选的时候发现 它把总和一起选进来 那不对啊 那怎么办 没关系 本来7改成6就可以了 这个地方改一下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 好像已经有 那个 效果出来 但是 它有几个地方 还要再改 就是 折线的地方 它没有一点 那怎么办 你可以切到制定里面去 制定里面的话 我记得有一个叫系列 系列里面的话 你可以看到 线条颜色 如果你觉得 线条也不好看 没有要改红色 可以啦 OK 然后要不要 那个 资料点的形状 预示好像是圆的 可是圆的 它没有显示出来 所以你可以 选另外一个 选正方形 另外的话 前面就会跳10pt px 就是10点 如果你觉得这个 太大 你可以把它改小 大概7 或者是2 2好像太小了 改成7好了 OK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 就 完成我们要的一个图 最后的话 一样 把这个东西 上面的名称 改成叫 列年切到折线组 就是之前我们 跟那个 大一的时候 我们做的练习 其实是一样的 只是换个地方 其实也做得出来 所以其实理论上 这样讲起来就是说 如果你那一台电脑 假设没有装Excel 其实你也是 可以把事情做出来的 并不会因为 你那一台电脑 没有Excel 你就没办法工作 所以现在其实 台湾有一个 一个趋势 有些企业 他就是不想要被微软绑住 或者甚至他不想花钱 去买Excel的话 那可能会有种状况就是 你的电脑里面是没有安装Excel 那没关系 如果没有Excel的话 那我用Google 失算表 一样可以达到我要的 结果 所以最后的这个标题名称 就把它改一下 叫做 历年窃到折线图 历年窃到折线图 有没有 OK 这个名称我也把它顺便复制一下 因为我把这个工作表名称 也把它按右键重新命名 把它改成叫 历年窃到折线图 这样的话基本上 也没什么 虽然说长得不太一样 但是其实你说有什么差别吗 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有没有看起来 其实说真的换个地方而已 其他 没有太大的差异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那个 重点再回顾一下 第一个的话 就是我们先在那个 我的那个 第一个单页里面 找到 台北市住宅窃到点位资讯 打开之后的话 那一样这个资料本身 已经有年 对 如果没有年你可能要超越一个年 不然的话 没办法做那个 所谓的 它不叫枢纽分析表 它叫做 资料透视图 OK 所以我就是先有年 然后呢 接下来按插入资料透视图 这个时候他问你说你的资料范围 应该没错 按建立 建立之后的话 你再把 把那个 这边的资料 看一下 这边其实可以在编辑 如果你要再跳出这个画面的话 就是 这边有一个编辑 然后呢 我是把 几个地方设定 这个列的地方按个清真 然后呢 把年放进来 OK 然后 值的话呢 也是放年 OK 其实另外 如果你假设要避免错误 甚至这个显示总计这个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因为刚刚好像我们发生一个错误 就是他选的范围好像连总额都一直进来 所以这个总计如果不要的话 你可以把总计打勾取消 他就没总计了 这样基本上甚至一定不会发生错误 然后再利用插入 什么呢 插入这个图表的方式 把这个也给加进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 谢谢观看